她是一个女孩子分在男团 她本身的穿着打扮就像男孩子 再加上和那个弹钢琴那个陈子怡比较啊 我觉得我的女儿不像有女孩子的样子 很不满意 作为她的妈妈来说 我不愿意她这样 再加上又放在男团 这样更加深她这个男性化的东西 女孩子应该像女孩子的样子 男孩子应该像男孩子的样子 我希望她像那个陈子怡一样的那个样子 接下来也是觉得自己应该女孩一点吧 对于像陈子怡那样还是有点困难 因为她太像公主一样 还是难达到那样 在北京之前就像我这种 就像我这种一样 就小姑娘的样子挺乖的 裙子倒是没穿 但是颜色啊还有款式啊 又加上这个长头发 那感觉就是一个女孩子的样子 现在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我都不相信她是我的女儿 我就觉得不一定每个女孩都要有长头发 因为女生也应该帅真一点吧 你可以像男孩一样 我来之前我的很多同事也在电视上看见她 就说不管她以后成什么 以前都要按照正常的这样去成长 不然以后会遇到她的一生 所以每一个家长是不赞成的 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健健康康的成长 因为她跟我说了很久 然后我也一直没有做到她说的那样 所以就是接下来自己应该女孩一点吧 因为毕竟这样太让妈妈操心 她这个话已经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期待 她真正能改变 去真正的去做 各位阿姨 婆婆 小姨什么的 今后也会慢慢的变成女孩 因为妈妈比较担心 所以 你本身就是女孩 不是变成女孩 你在穿着打扮上 要转过来 你是这样的 你本身就是女孩子 你不要这样说你 别人更以为你是男孩 你知道吗 你本身就是女孩 你只是穿着打扮上头发上有那个 知道吗 刚刚 你自己刚刚不是因为 就是因为对不起妈妈 让她操心 仔绝立 你 这是 你